短短不到两分钟 超商订阅要做很多事 结账 代收缴费 还有包裹取借 泡咖啡只是基本款 就连报兵也要一秒上手 全能超商订阅不好当 民众想换跑道发文 问超商工作有年终可以领吗 答案意外 应发热议 颇文说自己在超商上班 最近想转换跑道 不过家人希望可以待到领年终 但公读生好像只有过年上班领双星 没有年终可以领 请问超商工作没有年终奖金 是正常的吗 天文一出答案揭晓 献上旁人 前店员透露直营店横赶给 正值基本10万起跳 店长领到22万 就连公读生年终也有一个月 但加盟店就要看老板个人意愿 在超商业的一个部分 虽然说底薪是比较低 不过年终奖休息至少 可能还有这个1.5到2.5个月左右 特别在储备干部的一个部分 年终将至年节 即将到来大家都在期待年末 领年中过个好年 不过碰到疫情各行各业受到影响 就怕连一个月都拿不到 大概两个月 机械制造类的 就会比较差 会一个月都不到 我是老师 应该有一个月吧 保管公司跟整体环境都有影响到 平均差不多四榜 餐饮业嘛 或者是航空那些的 或旅行社的那些的 因为打了很多旅行社 疫情重创全球观光产业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一般产业年终都在标准以上 但旅行社观光产业 餐饮业运输业都不太好 年终奖金缩水平均只领得到 0.94个月 就连调薪幅度也跌破3% 双双创下五年来新低 不接触经济跟转单效应的科技 年终奖金数字可能是比较好看的 随着2020终于接近尾声 更行各业只盼2021能迎来 新起响戒台北综合报道 怕得出滚神得用 12月12起跟着中天走 掰了无二台 立刻订阅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完全免钱 同步下载中天快点TV app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 订阅中天守护台湾 杀一百加一